在今年 歌曲 出品 老辣肉 為什麼 我覺得辣肉就感覺很像 在說人家很老的樣子 像我這個年紀已經被叫 就覺得好老喔 講人家老的時候 妳還要講這個辣肉 然後是不是給人家一種 就是不知道 比如說醃很久 滷很久的那種感覺 小鮮肉 小鮮肉 為什麼 我覺得其實他們男生可能不太是 不太希望人家被人家叫做小鮮肉吧 老辣肉 老辣肉跟姐弟戀 都有一點歧視的味道 姐弟戀啊 不需要有這種觀點 他就是可以接受 對啊 可以接受 我選女強人 為什麼 因為就特別強調女生好像女生 不能就很強一樣 對 對 就是強就是強 為什麼一定要冠男女 女強人 為什麼 其實男女生如果平等的話 就沒有說誰強誰弱 這種的話就是比較傳統思想 就一定認為男生比較強 小王吧 我嗎 為什麼 因為我姓王 小三 為什麼 蛤 小三不就是不好的嗎 小三啊 小三啊 就是破壞別人感情的人 那我小王也一票好了 小王也一票 為什麼 就跟小三一樣的意思啊 覺得女強人是其事嗎 女強人不是啊 應該不是吧 為什麼 我覺得蠻好的耶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這樣就是在說你很有能力的感覺 我覺得也是好的 對是好的 我會覺得是好的 因為現在女生就我覺得獨立蠻好的 女強人是其事嗎 不是啊 為什麼 好事不是嗎 你說女強人 女強人 這個不是指女生可以賺很多錢 對啊 嗯 工作能力很強 工作能力很強的女生 對啊 所以你覺得她是 我覺得她是讚美的 那你覺得女強人算是其事嗎 不會啊 是稱讚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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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主管集之類的女生 都會被叫女強人 女強人是 搞不好是讚美啊 能力很強 女強人是其事嗎 我覺得還好耶 為什麼 女強人就是一個很強的女人啊 對啊 那很強的男人 這樣不是也叫其事嗎 就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形容詞吧 通常女強人都認為說 可能沒有女人味啊 可能沒有把家裡照顧好啊 通常都有把那個方向帶的 但是你說真的有沒有歧視 大概也沒有 是因為現在的社會也蠻開放 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能夠當女強人 有很多人也覺得 是很敬佩的那種感覺 以下哪個詞 讓你覺得有歧視的意味 辮子妹直擊發現 我們的選項二 老辣肉 榮登第一名啦 大部分的民眾都選老辣肉 認為呢 講這個詞 會讓人覺得有濃濃的歧視意味 而其他選項呢 嗯 則是比較少人選 而現在正在看直播的你 覺得哪一個詞 有歧視的感覺呢 留言跟我們說